像我懷孕的時候 我覺得肚子很大 然後其實我 其實就是已經蠻辛苦 然後我婆婆就會 不知道為什麼 就會常常在我身邊說 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現在孕婦都很嬌 就是有些孕婦都會喜歡叫 那些老公就是半夜要買東西吃 真的有這麼餓嗎 然後她說我就不知道為什麼 我以前懷孕的時候 我都打三份工 然後我還要搬椅子什麼的 然後她這樣家叫 也是很辛苦 我也不覺得累 因為我很喜歡搞設計 有時候我就有幾顆那個紅寶石 我就設計成十字架 然後我去的時候我就送給她 我說這個是傳家寶 你要好好保存 她就說好 隔了兩三年的時候 我在Facebook看到她媽媽 就帶著那條項鍊 笑得好開心 其實我公公她就跟我講說 她想要幫前妻的那個孩子 就是做一些儲蓄 公公看我不處理 所以她就是找婆婆 請婆婆去弄一張那個保單 然後她還是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要幫前妻的孩子儲蓄 那可是因為婆婆 她對我們的孩子 我的孩子 她是不問不問的 就算是滿月 然後還是在懷孕 或是她出生之後 她完全都不會去管她 就是到孩子一兩歲的時候 連一件衣服沒買過